当飞行器或航行器卫星导航信息受到恶劣电磁环境和来自敌方的电磁干扰时 导航定位系统部分或全部失效 驾驶员无法获得当前飞行或航行信息 进入迷航状态 即已发生坠机碰撞 以及被敌方击毁等事故 备份仪表显示系统 作为一套与机上卫星等导航系统和设备相对独立 不受干扰的应急系统 能够在机上导航系统失效的情况下 为驾驶员提供飞行或航行不可缺少的关键信息 让驾驶员能够在应急状态下尽快着陆避免伤亡 本项目应国防某项目的需求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适用于飞行器的备份仪表显示系统 设计方案中 用到基于C-LINKS的PYNQZ2开发版MTI惯性传感器 1680x1050显示器 480x480仪表显示屏 首先通过开发版Io口连接惯性传感器采集数据 然后通过Io口连接仪表显示屏 通过HDMI口连接显示器 最后开发版通过Micro USB口接5V电源 仪表显示屏接专用电源 硬件电路搭建完成 接着是软件编程实现 分为姿态解算 图形生成和视频输出三大模块 姿态解算模块 使用MyHoney算法和四元竖法 实现对姿态角的高精度解算 图形生成模块 在分层生成图形的同时增加反走样算法 减少了画面的生成时间 提高了显示质量 视频输出模块实现了HDMI和RGB两种输出模式 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上 即可观察到显示结果 这是显示器的显示结果 显示扶仰角和横滚角 显示航向角 按键控制界面的缩放 这是仪表显示屏的显示结果 两种显示方案均可实时精确明观的显示当前的姿态角 在此方案的基础上 可将基于FPGA的算法 做成备份仪表系统 专用IC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